ängt 死亡的就是這名男子 只見他租了USBOX 踢了一龍鳥籠 就這樣一路騎到 台北萬華電影主題公園 把鳥籠放著 認為會有人來認養 不過民眾經過發現 以为是忘了拿走 但等了一天 伺主迟迟没有现身 只好赶紧通报 动保处 那通报我们之后呢 我们就是 去依照这附近的这个监视器 去调阅之后 就查获了这个行为人 他是说他没有办法再饲养 师姐妹属于雀席木 体长大约10到12公分 体重约15公克 体型小容易饲养 价格便宜 一只大约100元 是常见的宠物鸟之一 而且叫声不算太吵 这位男子觉得很吵 专家推测 恐怕是因为一次养太多了 很怪就对了 不是说这样稍稠 不会觉得很吵 是因为养太多 就是在一起 摆在一个笼子 或一个区域 他们会共鸣会共叫 可能是价钱比较便宜 所以他就直接把它放生 如果很吵的话 我们通常都是把灯关掉 或者是用那布 把笼子盖起来 没有光源的情况 他就不会消 鸟基本上都会发出声 没有办法再饲养的 就是现在我们动宝处 都有一个这个布尼饲养的程序 养了宠物 但因为一些因素 无法再饲养 民众可以通报动宝处 有些鸟便也可以回收收购 千万不要任意弃养 否则会被罚最高15万元罚款 害自己荷包大食血 也是新闻 无疑过南红 特别报道 谢谢大家